民众尝到大卖场超商购买一次性或是便利性用的餐具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20件美奈米类食品容器具 结果包括金星发、胜利等生活百货都被验出不合规定的餐具 提醒民众睁大眼睛注意了 20件里面有6件是不符合规定的 这6件主要的检出不符合的部分是三具清安的农出不符合 我们食药署公告的食品容器包装的一个卫生标准 那是属于我们施安法第17条的一个规范 那这一次检出的6件不合格 虽然间处有点多 可是追溯它的源头主要都是来自于台南 然后集中在两家的业者 所以这部分我们已经提醒台南市政府卫生局 这边写做茶饭 然后确认一下它在做这些容器具的时候 它的调料是不是有出了一些问题 那另外的话 其中还有两件标识不符合的部分的话 这我们也会依法裁述 那如果是外县市的部分的话 也是以外县市这边进行相关的一个追查 民众购买食品容器具或包装时 除了检查标识内容 并且依照标识说明正确使用 避免美奈米餐具沉砖过热或酸性食品 还有要避免使用紫外线杀菌 若有刮痕可能造成细菌滋生变色 不应再使用 应该立即更换新品 并且尽量以不锈钢或辞制餐具取代美奈米餐具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沙特变治